再来关注隔报头条 每日新闻头条聚焦的是民生课题 政府拨款1亿令吉给A、B和C级的鸡蛋补贴实现 这三种鸡蛋的零售价从昨天起全面降价3000 另外尽管原装油价格上涨 但是实用装油瓶装价格维持不变 新宿日报封面则关注填补漏洞行动的成效 由于行动有收获 政府决定扩大执法范围 监管其他管制品比如精炼白糖 也就是粗糖和细糖 1公斤带装食用油 让95汽油和液化石油器 新台下时报头条继续剧较反贪会 首席专员阿战巴基的专访 目前反贪会正在探讨修订2009年反贪会法令 已纳入多项改进措施 包括关于延期起诉协议的条款 这项修法将解决企业责任案件 让政府尽可能的追回 被挪用的资金 那如今百物价格高涨 钞票缩水 不少人才难以抵挡外壁的诱惑 到其他国家发展 但是随着我国数码经济腾飞 经济学家呢 他们就认为 我国可以凭靠数码转型 融入全球经济网络 增强经济活力 从而留住神材 南洋商报的这篇报道呢 就写道 随着我国获得青睐 被视为区域投资的首选之地 逐步迎来前所未见的转型崛起 成为亚太地区的数据中心重镇 加上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 领域驱动 势必能留住人才 分析就列举四大要素 就是提升本地生产力 吸引中高端投资 把握区域经济机会 以及推动转型和绿色转型 分析也认为强化令吉价值 也是应对专才外流的政策之一 让在我国工作的人才 实际收入更具竞争力 那虽然说我国的生活成本高涨 但是根据最新出炉的 全球外派人员生活成本 最昂贵城市中 香港和新加坡 这两个金融重镇呢 位居前列 我国的吉隆坡和新山 排位都下跌 在全球226个城市中 分别排在第200和第214位 那根据美式咨询机构的 2024年生活成本报告 由于房租高 香港和新加坡打败苏黎世 日内瓦巴塞尔和博尔尼 包兰榜单前两位 纽约排名下跌一位 排在第七位 伦敦第八 比去年上升了九个位置 报告表示 住房成本走高和波动的通膨趋势 给外派员的薪酬带来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雇主可以提供一览子的薪酬方案 将住房补贴 津贴 包含在内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今天早上半岛出了玻璃市 吉达雪兰尔 马六甲 马森美兰河柔佛以及沙巴和沙拉越局部地区 会下雷暴雨之外 其他地区预计阳光明媚 气象局预测到了午后 除了马六甲和纳明燕阳高照之外 全国所有周暑和直辖区都有雷雨警报 出门在外的观众一定要小心 不过入月之后雨是稍微减弱 只有东海岸深刻周暑和霹雳依旧下不停 尤其是内陆地区 东马方面 沙巴山塔根 斗湖和古达 以及沙拉越 似乎 江博明都路 梅里和林梦 也会下夜雨 全国气温方面 预计最高是摄氏34度 最低24度 與沙巴山至大师 水 干涨 独説